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家移民管理局定点帮扶的国家级深度贫困线 那这次的Vlog呢小花计划更新三期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三江的故事 带大家揭秘一下我口中一直挂着的三江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要从小花坐上去桂林的飞机开始讲起 我现在下了飞机了 出发山椒 我现在下了飞机了 要去领取行李 以后我还要赶动车 这太阳真的有点刺激 我到洞车站啊 离三江越来越近了 洞车来啊 我要上去了 从早上五点多到现在十二点多 我们终于到三江了 孩子们我来了 等我哦 这是五菱红光子吗 这个是五菱红光子吗 这个是五菱红光子的九座的 晚上的江边还是很好看的 我们看啊 感觉手机拍不出来的效果 这一片是大洞在洞族原先的民居 这是三江县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 古楼 说是 呃 像祭司啊 这种民俗活动 都在里面举行 这广场舞太时尚了 这么多人会跳鬼木舞 在里面举行不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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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三江的标志性建筑 风雨桥 三江最长的桥 三江最长的桥 进山啊 刚刚天气还雾茫茫的 能见度特别低 但是当地人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今天会出大太阳 结果 这太阳真的说出就出了 我们现在要去粉水村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经历了山路十八弯 终于到了我们厦门边 捡定点帮扶的粉水村 我发现他们这里的屋顶 大家看他们这里的屋顶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房子 水泥的还是木楼 他们的屋顶都是这种木材做的 我现在要去村里看一看 现在到了我们厦门边缘总站 帮扶的青年大学生创业园基地 创始人为粉水村大学生吴国居 成员主要由粉水村在外 或在家创业青年大学生组成 你们能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 我刚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 还往前凑 结果吓我一跳的 三江特有的黄色蚂蚱 这里是黄鳝养殖基地 是三江县首个黄鳝规模化养殖基地 该基地是厦门处境边防检查总站人间 这下面全是黄鳝啊 没没 个人已经不高 还你们还得起来 原来给你这个 没什么 天经第一件事情 几千东西 黄鳝全躲下面 它会咬人吗 它这个黄鳝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觉得是飼料 飼料 飼料 你要不要想做一下 这个可以抓 可以抓 会不会伤害到他们 抓他们的 不会 它身体表面有一层 你也可以保护的 没事的 就不会影响他们生活的生长 不会 那我试一下吧 它嘴巴没那么大 是不是我要松一点抓它 对对对 对对 两只手 两只手 两只手试试看 它是通过 这个 嘴巴很小 嘴巴很小 对好 所以我们为那个料是软的 那种 现在有最差的 在我们山江的那种茶油 茶油的 这是茶子 就是茶 拿来 有茶油 是啊 它拿去架架茶油 好吗 哎呀妈 我做没长呢 你 别跑 我说这里没有 没有 那种 你 走 真的 那种茶油